你确定你的身体完全对称吗?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成对的身体器官也无法均匀地运作, 而且总会不断地争夺支配的地位。 比如你的脸,如果你喜欢自拍, 你可能已经知道左边还是右边的脸比较好看了, 但如果不知道,你可以使用特殊的应用程式拍下你的脸, 它会将图像分成左右两部分, 然后它会以镜像图像的方式创造出两个独立的对称脸蛋。 如果你的右脸占优势, 会有一张脸的图像显示出你对称右脸的模样, 同时也会有另一个选项,能显示出对称左脸的选项。 通常这两张照片看起来跟你真实的脸不会那么像, 但其中一张脸总会让你印象更深刻, 这张脸便是以你突出的那边为镜像。 有些应用程式开发人员分析了这些图像, 并认为大多数人的左脸更能强烈地表达情感, 这就是为什么它看起来往往更赏心悦目。 但是别担心, 有很多自然的按摩技巧和运动可以让你的脸看起来更为对称, 例如双唇紧紧绝成O形有助于平衡面部肌肉, 或者你可以尽量睁大眼睛伸出舌头, 扬起眉毛, 这个运动也有助于从说话过度和不适当的咀嚼方式中释放紧绷的肌肉部分。 想让你的下半轮廓更清晰并改善你的声带吗? 瑜伽式也有这种的动作练习哦, 他们称之为G1 Modra或狮子式, 将嘴张大, 抬起你的舌头, 卷起来, 压在硬额上, 当你张开嘴巴的时候, 看向你的鼻尖, 在进行这个动作时, 试着只用鼻子呼吸, 试着慢慢地深吸气, 同时每次憋住气息的时间越长越好。 眼睛也不是完全对称的, 你的大脑会偏好选择哪只眼睛能获取较多的资讯, 一起来找出你的惯用眼吧, 保持脊椎和头部挺直, 伸出你的手臂, 使之与眼睛平齐, 双手在眼前的空气中形成一个三角形, 将三角形对转远处的一个物体, 例如一个时钟, 闭上你的左眼, 如果你仍然能看到三角形中心的物体, 你的右眼就是你的惯用眼, 如果物体不在那里, 你的惯用眼就是你的左眼, 如果不论你闭上哪只眼睛, 物体都不在中间, 那么你可能有混合惯用眼。 有趣吗? 下面还有另一个测试, 伸出手臂, 用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圈, 在墙上挑一个物体, 睁大双眼, 使物体位在圆圈中心, 以惯用眼观看时, 物体便会位在圆圈外。 例如, 当你闭上右眼时, 物体跑到了圆圈外, 那么你便惯用右眼。 反之亦然, 下一个测试能协助你快速找到你的惯用眉。 站在镜子前, 尽量只抬起一侧眉毛, 然后试着抬起另一边的眉毛。 也许你能更有效地控制其中一边, 但是如果你无法控制任何一边眉毛, 也别担心, 如果你常在镜子前练习, 你总会练出这个技巧的。 至于你的手, 你可能已经知道你的惯用手是哪只。 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或人口是以左撇子占多数的。 世界上大多数人, 约85%到90%都是右撇子。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工具, 如剪刀或刀子, 甚至书籍, 都是为右撇子所设计的。 研究发现, 你的惯用脑决定了你用哪只耳朵来接听手机。 在这项调查的右撇子参与者中, 68%的人声称他们会把手机放在右耳旁, 而25%的受吊者则使用左耳, 只有7%的人没有偏好。 对于那些左撇子来说, 结果就不同了。 72%的受吊者在讲电话时都会以左耳接听, 23%会使用右耳, 只有5%的人两耳都会使用。 惯用手很明显, 但你知道你也有你的惯用腿或惯用脚吗? 如果你有在滑雪或跳舞等等运动, 这些资讯便会很有用, 或者你只是做点皮腿类的伸展运动也很有用。 通常如果一个人是右撇子, 那么他的惯用腿肯定是右腿。 当然也有例外, 你可以检查你的哪只脚是惯用脚, 在你的右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夹一只笔, 试着在一张纸上写下你的名字, 或者如果太难的话, 你也可以试着画个圆, 然后用你的左脚试着做同样的事。 现在比较这两张图, 其中一个看起来可能比另一个还好, 所以你的惯用脚便是写得更好的那一脚。 大约1%的幸运儿没有惯用手或惯用脚, 并且能同样良好的使用左右手或左右脚, 这种罕见的情况叫做左右开弓。 你可以尝试透过特殊的训练技巧来发展这一技能, 你主要呼吸的鼻孔是你用来呼吸量最多的鼻孔, 根据你的大脑活动, 你主要用来呼吸的鼻孔会在一天中变化好几次,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哪边鼻孔什么时候在轮流呼吸, 但你可以透过这个简单的测试来找出目前主要在呼吸的鼻孔。 将你的手指放在右边的鼻孔上, 捏住它, 然后只通过左边的鼻孔慢慢地吸气和呼气, 现在对你的左鼻孔做同样的处理。 如果用右鼻孔呼吸更容易, 这意味着损食右鼻孔比较活跃, 当然这个测试得在你醒鼻涕时进行, 且身体健康时才有效, 否则鼻涕可是会扭曲结果的, 你身体的柔软度也会不对称地发展, 特别是如果你不常做伸展运动的话, 你能用右手在背后抓住左手吗? 那么相反的, 当你的左手从上面伸出来, 而右手从下面伸出来, 如果你觉得这两边都同样简单, 恭喜你,你可能是超级英雄哟。 要平衡身体左右两侧的柔软度, 你得改掉长时间保持不对称坐姿或站立姿势的习惯, 试着保持脊椎均匀的坐转, 感受背部的舒适氛围, 避免用左手或右手支撑身体, 或者你可以定期进行抓握练习, 以更加伸展。 如果你比较喜欢侧睡的话, 你可能有自己偏向的那一侧, 而你的肌肉记忆会迫使你的身体 回到最容易重复的睡眠姿势, 所以如果你决定重新训练自己仰躺入睡, 你可能得准备好度过几个不太舒服的夜晚咯。 但如果你喜欢婴儿式睡姿, 而且你又不想放弃这种睡姿, 专家建议可以在膝盖和手臂之间放几颗枕头, 以兼缓紧张感。 那么你的耳朵呢? 你觉得它们的听力一样好吗? 嗯,这取决于很多因素, 左右耳处理声音的方式略有不同。 右耳对语言和逻辑反应更强, 而左耳则更专注于情感感知和音乐。 科学家认为, 这是因为大脑左半球主要处理语言, 而右半球处理音乐和其他艺术等创造性和情感讯号。 当男性听到女性的声音时, 他大脑的听觉部分就会被启动。 也就是说, 对于男性大脑来说, 女性说话听起来更像音乐, 但是当同一个男性的大脑听到另一个男性的声音时, 它会使用大脑中负责语言处理的部分。 对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是, 因为女性的声音比男性的声音更加复杂的关系, 女性和男性的声带和喉部具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此外, 女性的声音往往也具有更悦耳的旋律, 并能带来更丰富的声音频率范围。 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设备, 但想要确认这是不是真的的话, 你可以试着在听音乐时追踪你的耳朵和大脑的整体感觉, 然后听一些男性的声音, 感受感觉上的不同, 记住或写下这些区别, 然后再听一些优美的女生, 试着判断她是更像在听音乐, 还是更像在听演讲。 最后, 你的心脏是一个24小时全天后的惯勇身体器官, 这是唯一一个永不疲累的肌肉, 所以真的要温柔地对待它呀。